为什么自己在家炒出来的牛肉丝总是黏糊糊的不嫩滑还脱姜 是这两个小技巧没有掌握好 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炒出来的牛肉丝嫩滑肉味不脱姜 一圈三连请我关注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牛肉 瘦一点的就可以 切成薄片 最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给它放到大碗里面 第一步要想牛肉鲜嫩 葱姜汁少不了 放入半勺 用手不停的给它抓捏 让牛肉把刚才放进来的这些葱姜水 全部都给它吸收进去 抓至肉丝有点粘手 像这样就可以 漂味放半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 胡椒粉 再次给它抓匀 让牛肉丝吸收料汁 然后放入一勺红薯淀粉 锁住牛肉里面的水分 再次抓匀 这样牛肉丝就非常的内滑 最后再倒点食用油封口 这样炒牛肉丝的时候不粘锅不脱姜 盖上保鲜袋放一旁腌制五分钟左右 下面开始准备配菜 青椒切成丝 红辣椒也切成细丝 切好给它装盘备用 一把洗干净的蒜苔切成长对 切好装盘备用 下面锅中倒油烧热 把姜好的牛肉倒进来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牛肉丝不会脱姜 炒至像这样 七八成熟就可以 放入小料 葱姜辣椒给它炒香 炒出香味 放入蒜苔 青红辣椒 适量的生抽 蚝油调味 胡椒粉 十三香 适量的盐 鸡精 一点白糖 少许的酱油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炒至蒜苔断生 出锅之前放点香油 炒拌均匀 美味继承 一道香喷喷的牛肉丝炒蒜苔 就制作完成 装到盘中 大家看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牛肉丝 非常的嫩滑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牛肉吃起来一点也不老 鲜嫩多汁 非常的入味 下酒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